土耳其最近和俄罗斯一直走得很近,甚至不顾美国的制裁威胁,执意买进俄罗斯的S400防空导弹系统。 然而在叙利亚问题上,土耳其却和俄罗斯有很大的意见分歧,最近,土耳其在地中海东部区域举行的军事演习,无依旧有间接向俄罗斯和叙利亚示威的意思。 此次军演规模庞大,土耳其出动海空军参演,而且参与军演的还有美国主导的卫约国家吉沙特、卡塔尔等地区国家,表现认为相当浓烈。 值得关注的是,俄罗斯前不久因为伊尔20被以色列影响击落意识而大为恼火,俄罗斯决定向叙利亚运送S300防空导弹系统,供叙利亚政府运使用。 而与此同时,俄罗斯还在相关区域设立禁飞区,以限制以色列及西方国家空军力量在叙利亚及地中海空域的自由活动。 土耳其此次伙同美国和其他地区国家之眼,显然有直接挑战俄罗斯禁飞区的意图。 土耳其再次转向,说明埃尔多安政府的立场并没有真正导向俄罗斯。 土耳其现在仍然是北约国家,并没有脱离北约的和俄罗斯在一条船上,所以土耳其仍然会向北约的表忠城,采购S400导弹,虽然也给俄罗斯带来了利益。 但是这不过也是土耳其谋求自身利益的一种体现而已。 美国没有给土耳其提供合适的防空导弹系统,所以没办法土耳其才选择了S400防空导弹系统。 而且,由于在叙利亚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所以土耳其也一直在紧接俄罗斯的军事行动。 许利亚政府军目前已经扫进大部分地区,并正对反政府武装的最后一个据点伊德利不胜苦事淡淡。 伊德利不胜又刚好紧挨着土耳其。 土耳其一方面想要控制这块区域,另一方面又害怕自身遭到战火波及。 俄罗斯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土耳其的障碍,而且俄罗斯和土耳其很难达成一致。 虽然双方已经同意在伊德利不胜设立非军事区,但是俄罗斯声称这只是一项临时性的举措,并给出了反政府武装撤离的实现。 然而按照专家的说法,土耳其并没有能力要团聚在伊德利不胜的反政府武装听从要求撤离。 所以最后的结果,仍然有可能是叙利亚政府军继续进攻,而俄罗斯肯定会提供支持。 这将令伊德利不胜的未来发展形势变得极不稳定。 土耳其也希望能够维护自己,想要得到的一切利益。 近些年来,土耳其12和美国交务,12和俄罗斯畅反调,通过这样的大国平衡战略,土耳其也收获了不少好处。 所以土耳其现在很想成为一个有地区影响力的国家,那样土耳其就可以像印度一样左右逢源,同时从美俄两边得到好处。 当然,过于自信的土耳其也有可能会得意忘形,毕竟中东一直都是一个困乱的战场。 实力有限的土耳其想要在这里扮演领导者的角色,恐怕还是有差距的。 毕竟现在在中东真正说得上话的,也就俄罗斯和美国了。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